免除截肢案例 1988年 我23岁被确诊罹患甲状腺功能减退 医生说需要终身服药 或切除甲状腺后再靠药物维持身体平衡 我选择每天服用药物 一吃28年 期间经常感冒 身体虚弱又怕冷 还患上糖尿病 让我饱受煎熬 2016年11月6日 参加了原始点理论和手法学习班 我看了五遍张医师的讲座光碟 明白自己的疾病就是体伤和热能不足所造成 我决定用原始点来调理身体 停掉所有吸药 开始四肢水肿 脚上起泡 水泡破后就会腐烂变黑 四肢水肿 脚上起泡 腐烂变黑 我根据原始点的五大方向来处理相应的症状 1.补充内热源 当时没有有机干姜片 便用网路上买的干姜片 感觉效果不好 便一直加量 最后加到一斤的量 2.补充外热源 先用姜汤清洗伤口 再用姜粉和保鲜膜包裹 最后加上红豆袋温敷 然而伤口却反反复复 还会流出液体 可能是保鲜膜覆盖 导致潮湿而无法愈合 于是我改用吹风机 先吹换处再撒姜粉 伤口开始愈合并长出肉芽 3.按推 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很少按推 遇到身体难受的时候 一天可以局部按推5、6次 4.运动 即使脚烂时也在家里走动 最常可以走动6小时 脚伤愈合后 随着体力逐渐恢复 又开始能打网球了 5.良好心态 开始时我常怨天尤人 幸好得到家人和志工的帮助 及鼓励 积极正面思考 病情也逐渐好转 脚水肿及伤口修复过程 12月8日 12月31日 2月4日 手掌水肿修复过程 11月28日 12月4日 2月4日 经过三个月的处理 肿消了 脚好了 也免除截之之灾 我发愿要将余生奉献给原始点 感谢张医师所做的一切 康复后的生活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